第六章 少年心意 江雪宁坐在外面 心里正琢磨上一世雁琳 周寅之等人的事情 倒也没怎么去在意那间的声音 只听得莲子一响 抬起头来看时 江伯游已经出来 他立刻就站了起来 先规规矩矩的行了一礼 到一生见过父亲 然后才道 为这些许小事搅扰父亲 实在是女儿无能窥坐 江伯游这会儿心里别提多舒坦了 白手道 你那院子里下人没有下人样 主人没有主人样 老早就该收 可可 他话还没说完 长卓立刻在旁边咳嗽了两声 江伯游目光向他一递 看见他 他微微向他摇了摇头 一时便醒悟过来 雪宁这丫头回府也有四年了 长成什么样 他们这些做大人的看在眼底 屋里的丫鬟婆子手脚不干净 他难道不知道 显然是有察觉的 可这些下人不管背地里有多过分 当着他的面儿都是二姑娘长 二姑娘短的脚 众星拱月式的把他围在中间 捧在手心里 好像他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便也就纵着这些人了 归根到底 这孩子是田庄上接回府来的 婉娘没了 他与梦氏又不亲后 刚来时在京中更无一个认识的人 外表看着焦纵 可那里却是脆弱且敏感 里头越弱 越需要外在的东西来撑着 江伯游毕竟是能在朝廷上做到三品的人 更不用说长得还是户部这种至关重要的实质 很多是很多人他是能看明白的 这个女儿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过往那些时日里 即便眼见着他纵容那一屋的奴婢 他也都劝梦氏先别出手去治 只恐一个料理不好伤了雪宁的心 让他觉得府里都针对他 今日也不知什么事情触怒 让他起念要动一动 找到他这里来 可越是如此 他越不能表现出对这件事的热衷 若人是他自己料理的还好 若是别人忙慌慌来插手 骂他屋子里的人 说不准他要多想 别人都帮他骂了 怒气散了这事儿也就不成了 江伯游一想 不如以退为进 便呼改口道 不过你平日里对他们也颇为维护 想来是伺候的不错 府里下人们手脚不干净 也是常有的事情 你却要来找爹帮你主持公道 又要料理屋里人 其实在屋里处置也就是了 怎生要这样大张旗鼓 大动刚歌 真是平滑自然的一个大转弯 江雪宁听着 静静的看了江伯游片刻 已看出端倪来 只一转身 父亲说的也有道理 是女儿考虑不周 那这便回屋 女儿自己料理 唉唉 别 他反应怎么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呢 听见有人为这些丫鬟婆子说话 难道不该更愤怒 更想要狠狠惩罚这些人吗 江伯游被他这一句杀了个猝不及防 见他一副转身要走的驾驶 都没来得及多想 一伸手就连忙把人给拉住了 露出安抚的微笑 你说说你 来都来了 爹怎么能让你又自己回去料理 须知我在朝廷掌管的就是护部 罪见不得这些手脚不干净的 家不齐 何以治国 跌断不能让你受委屈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 偏要玩以退为进 他这爹真是 江雪凝纯较微不可查的勾了一勾 可难得觉得好玩之余 又忽然生出几分不可为人道的畅往来 做姑娘时在府里 纵然下头丫鬟婆子不好 也惹不出什么大事 有什么麻烦项燕林一说 基本都能处置下来 可嫁给沈介之后 沈介固然不搏待他 可却不会项燕林一般什么事都为他料理妥当 彼时又是在宫廷这种凶险之地 任是他再不擅长 也被环境逼着一步步往前走 慢慢才磨砺出沉稳心性和与人周旋的手腕 可那时的他在与年少时的他相比 俨然已判若两人了 江伯游看着他 也觉得他眉目间好似有些微妙的变化 一时好奇便问 往日你对他们都很宽厚 我和你母亲都还挺担心 今日怎么就忽然改了想法 江雪宁想想 自己的变化的确很大 最好还是有个过得去的解释 台谋转念间 他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道 燕林娇的 哦 那个总翻他们府墙的臭小子啊 江伯游文言蔫须 心里哼了一声 露出一脸若有所思 不一会儿 江雪宁屋里那一帮丫鬟婆子都带到了 个个斗如筛糠 面如土色 江伯游念着内奸还有客人在 怕太吵着他 便命人搬了两把椅子 放在了书房外的屋檐下 只叫那一帮丫鬟婆子都跪在院子里 闹这么大动静 府里不少下人都知道了 悄悄在墙根下 五郎鞭探出脑袋来看 以王兴家的为首 江雪宁屋里伺候的所有人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在这短短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里经历了什么 先是原来被他们哄得团团转的二姑娘忽然把他们叫到了屋里 接着毫无预兆的让他们把以前拿的东西都交出来 他们不过才否认了一轮 还以为二姑娘就算要诚挚也会跟他们讲讲道理 结果二话不说转身就告到老爷面前 把他们全拉出来跪在了这里 王兴家的还要更惨一点 他在江雪宁刚回来要纳卓姿时就受过了一阵惊吓 只觉这位以前的确对他言听计从的二姑娘 忽然之间全不按常理出牌 完全搞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又为什么忽然变了 江雪宁现在有江博游撑腰了 只抬手点了莲儿一下 去 拿两只大匣子来 莲儿去拿来 按着江雪宁指示搁在了地上 江雪宁便端了旁边长酌奉上来的茶 轻轻一吹 饮了一口 放下才到 话我刚才在屋里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有拿我东西的 最好早早的去寻了放回来 我可以既往不救 众目睽睽 还有老爷在看着 下头完全鸦雀无声 王兴家的都不敢出来说话 后面有个小丫头推了他一把 他心里恨极 也忍了不作声 只想着等度过眼前难关再回头收拾这小娘皮 江雪宁见他们还是不肯开口 便笑了 但他也不多说话 人跪着他坐着 有热茶喝 有糕点吃 这什么急 院子中间铺着的都是坚硬的青石板 府里这些个丫鬟婆子虽然说不上是娇生惯养 可也大多细皮嫩肉 没怎么受过苦 刚跪一会儿还行 时间长了渐渐就有人受不住 人跪在地上 膝盖开始挪动 身子也开始摇晃 额头上和后背上都浸了汗 终于还是有丫鬟忍不住了 又急又气 往地上磕了个头装委屈 二姑娘实在是冤枉奴婢等了 往日伺候您时 谁不尽心尽心哄得您高高兴兴的 又都知道您是什么脾气 谁还敢在您面前作妖那不是自己不要命了吗 只是奴婢们想 奴婢们对主子好 主子也必疼惜奴婢 谁想二姑娘想一出是一出 连这种偷拿主子东西的帽子都往奴婢们头上扣 您若要拿个账本出来与奴婢们一一对质 奴婢们或许还心服口服 可屋里上下伺候的谁不知道您对自个儿的东西都没数 全由奴婢们来收拾 今日说匣子里东西少了就是少了 多了就是多了 都凭您一张嘴 奴婢们各个出身寒威 哪儿来的钱替您赌上这个缺 好一张颠倒黑白的嘴 一看 正是先前在屋里反驳她的那个 要不是惦记自己这一双手多少还有金贵娇嫩 江雪宁这会儿早两嘴巴子给她抽上去了 这是料定她拿不出证据来 尤其是她对自己东西没数这件事 他们都清楚 咬死了这一条说 还能倒打江雪宁一把 须知 她骄纵成性 若再来个众口硕金 可不是洗不清了吗 要证据是吧 江雪宁那两弯细细的没一滴 唇盼已挂了一抹笑 声音咸咸的 往日纵着你们是觉着你们好歹还知道屋里谁是主子 没想到你们现在还敢顶撞我了 真当我心里是没数吗 所有人顿时一愣 连维尔没有被牵连立在一旁伺候的连儿和唐儿都没反应过来 江雪宁看了这俩丫头一眼 目光从连儿的身上移到了唐儿的身上 微微一闪便吩咐道 唐儿取账本 连儿这时迷惑极了 姑娘有账本 她怎么不知道 就连稳重些的唐儿都有些茫然 但江雪宁并没有让她茫然太久 我那书架上从上述下来第三层左起第六本就是 你去拿 这话一出 旁边江柏游顿时就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她 江雪宁悟自喝茶等待 下头跪着的那些丫鬟婆子一听账本两个字 心里狠狠一颤 有承受力不好的 差点就扑倒在了地上 一时只觉得心内熬间 又不敢相信 二姑娘怎么会有账本呢 自己再贵重的东西都随手乱扔的人 私底侠居然还记账 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真希望是自己听错了 一面心慌意乱的跪着 一面看着锤花门的方向 只盼着唐儿一会儿空手回来 可惜 天不从人愿 唐儿回来了 她自锤花门这头走来 两手里捧了本坡后的蓝色封皮的书册 上来就奉给江雪宁 二 二姑娘 账策按您的吩咐取来了 隔得有些远 下面跪着的其他人根本看不到 看似镇定的唐儿 一双手都在发抖 江博游离得近 下意识朝唐儿手中一看 差点没精得把刚喝进去的茶给喷出来 那哪儿是什么账本 封皮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四个大字 又学穷林 天知道那书架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破账本 唐儿按着江雪宁的吩咐在第三层第六本看见的就是这本给孩子开盟用的书 可也没办法 硬着头皮拿了过来 眼下这么大场面 唐儿简直不敢想自家姑娘要怎么收场 可江雪宁却是面不改色 沉着镇定的从她手中接过了账策 还翻了起来 今年三月 我十八岁生辰的时候 母亲添了一枚红玉如意配 点脆头面一副 父亲给了松烟墨 成心堂纸 燕世子送了一对汝瑶白子的花菇 一枚大石国来的夜明珠 还有整块羊枝白玉雕成的九连环 还有 一只雪白的小兔子 是燕林外出打猎时抓到的 说觉得那小兔子跟她很像 红着眼可怜又可爱 舍不得杀 干脆抓了来送给她养 只可惜她对这兔子不上心 交给了下人看顾 每两个月就被养死了 江雪宁自然是不可能有账本的 她年少时根本不记这些 可燕林都记得 在被软禁宫中的那段时间 她每每踏着夜色来时 侧躺在她卧榻 因习武而磨出了粗茧的手指从她面颊抚过 便会跟她说起少年时候的那些心意 她想忘记都难 江雪宁眼帘滴滴地搭着 念了好一段后 才抬眸 看向跪在下面的那帮人 这时哪里还跪得住 有一个算一个差不多全摊在了地上 王兴家的事件机最快的 只听得她这账本上一样一样都记得十分清楚 且有些物件极为特殊 若府里有心要查 即便是当出去都能找回来 到时可就是板上钉钉的罪 被扭送官府那就完了 关键时刻她豁得出去 王兴家的冬一生就往地上磕了个响头 真心实意地哭了起来 姑娘英明 都是老婆子我猪油蒙了心 原先不敢承认 是小看了姑娘的本事 老奴家中困难 眼见着其他人拿姑娘东西 姑娘也不管 才想着先借姑娘的东西去周转周转 待我家里人渡过难关 便悄悄给姑娘还回来 谁想姑娘心里静跟明镜似的 把我们这些烟杂货看得清清楚楚 老奴伺候姑娘这么多年 当初看着姑娘回到府中 这些日子以来因做了对不起姑娘的事 欺瞎着姑娘 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今日被姑娘发现 心里反倒松了口气 还请姑娘稍呆 老奴这就把您的东西如树凤孩 承请姑娘看在往日的情面上 让老奴将功遮过 要打要罚都随您 只要还能留在您身边伺候 老奴便满足了 跪在他身后的所有小丫头 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论脸皮厚度 他们对王兴家的 简直拍马不及 江雪宁听她这一番话 既给自己拿东西找了理由 又恭维了她 重点是还认错表了忠心 若谁一个不留心听了 只怕还以为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忠仆呢 她觉得好笑 当下便道 那便滚下去拿东西吧 王兴家的如萌大赦 又匡匡往地上磕了三个头 才爬起来 对江雪宁露出谄媚的笑容后 退下去 回自己屋里收拾东西去了 其他人见状哪里还敢负于顽抗 先前在屋里不认识 以为事情不严重 刚才被叫来跪下之后 就已经吓得要死 眼见着王兴家的都耸了 一时自然是人人跪地求饶 纷纷告罪回自己屋里把东西都拿了出来 一一投入先前江雪宁命人放在地上的霞中 不一会耳朱翠头面 花瓶画轴 就已经堆得满满 还冒了尖 不知不知道 一致这帮人 江雪宁才发现 感情自己还是个小富婆 连旁边江博游见了都不由则舍 乖乖 永义侯府到底是当朝两大高门之一 人还没嫁过去呢 燕琳就贴了这么多 莫不是把自个儿家底都掏给他了 原来 很任何 我 正